大家好 喜欢吃南瓜饼的不要再出去买了 今天我们为大家分享一款南瓜饼的家常做法 小小的这种做法做成南瓜饼啊 香甜软糯又拉丝 保证你吃一次就忘不了 吃一次就念念不忘 无论是大人小孩都爱吃 用来招待客人啊 也是超有名哦 喜欢的话就赶快食堂起来试试吧 一圈三连求个关注 首先我们准备一块不要钱的南瓜 它去皮去嘴 然后啊 再给它切成薄薄的厚片 切好之后 我们再放入蒸笼 盖上锅盖 上汽给它蒸5分钟到10分钟左右 时间到了 我们打开看一下 找筷子给它扎一下 这样就烂了 然后我们再盛出 到卤盘中 把南瓜倒进来之后啊 然后给它压成泥 这个时候千万不要加糖 这个时候如果加糖的话 南瓜泥会稀 然后加的糯米粉更多 吃起来啊 就没有南瓜味了 好 压成泥之后 我们给它晾凉 好 晾凉之后 我们给它加入啊 20克的白糖 喜欢吃甜的话 可以多加一点 有条件的话 再给它加入了10克的鸡汁粉 金汁粉能起到增香开胃的作用 然后跟它焯拌均匀 焯匀之后 我们给它往里边加入适量的糯米粉 然后给它和成了软用适量的糯米南瓜面团 边加边搅 搅成团之后 我们往里边给它加入啊 5克的猪油 然后给它揉成团 把面团给它揉至光滑 好 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把面团啊 放在盖板上 给它搓成双条 再给它分成大小相等的剂子 然后拿出一个剂子 给它弹成圆球 再给它捏个窝 最后再准备啊 适量的豆沙 喜欢吃什么馅 放什么馅 再给它收口 收口之后 我们利用鱼味 给它弹成圆球 这样就可以了 大家看一下 然后啊 用手给它按成圆饼状 这样一个南瓜饼的生批就制作完成了 先下来的时候 我们可以一次性多做出来一点 外表给它蘸上芝麻 面包糠都可以 也可以炸 也可以煎 今天我们给大家 放到烙子边给它煎一个 也不蘸芝麻 也不蘸淀粉 这样吃着更加的软糯 所有的南瓜饼做好之后 我们把它放入提前预热的烙子中 锅中要多加一点食用油 在烙着南瓜饼的时候 我们要两面同时了 使它受热均匀 大家看一下 给它烙骨就熟了 这个状态就差不多了 各位老姐看一下 这样烙的南瓜饼你吃过吗 色色金黄 颜色非常的有人 接下来我们替大家打开一个 让大家看一下 哇 各位老姐看一下 非常的软糯 咬一口满满的都是南瓜的清香味 真是太好吃了 让你吃一口就停不下来 南瓜饼熟着这样做 简单 美味 又 营养 无论大人小孩都爱吃 就连没有鸭热热奶奶啊 一次性能吃上一大盘 真是太好吃了 好 喜欢的话就赶快收藏起来吧 近来的朋友如果你感觉本期视频 对你做的帮助 请动动你发财的小手帮忙点赞 转发收藏 非常感谢你的支持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